接下來跟各位談的是酸魚 酸酸的魚叫做酸魚 來 第一件事情 自然界的魚水 本來就應該是酸的 為什麼 二氧化碳 李華老師教過 二氧化碳 揉魚水 變成什麼東西 可愛的 33號 33 33 李華老師教 二氧化碳融魚水 變成什麼蛙溝 很好 碳酸 所以自然界的魚水 本來就應該是酸的 還會形成碳酸 李華老師有教 酸性的PH值 大魚7等魚7 小魚7 可愛的 11 小魚7請坐下 這種問題會不會太簡單了啊 所以 所以這樣不叫酸魚 這是自然界本來就這樣 我要講的是因為我們偉大的人類 所造成的結果 所以我們要小於5.0 小於5.0的才叫做酸魚 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排放出的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 形成了 硫酸跟硝酸 我教地科 所以我們就輕輕菜菜的夠 我們所有流氧化物 二氧化油 融魚水叫硫酸 李華老師說 二氧化油 融魚水什麼東西啊 亞硫酸 亞硫酸 它要催化 變成 氮氮化的就是硫酸 不過我們就不講那麼仔細 那就是 硫酸 亞硫酸 亞硫酸 就是我們的酸魚的成分 就是 油氧化物 代氧化物 融魚水所造成的 偏群質量小於5.0 這樣才叫做酸魚 這樣才叫酸魚 OK 那麼這些酸魚 酸酸的魚下下來 主要是來自這種 流氧化物 就來自這個石化工廠啊 火力發電廠啊 燒煤啊 燒石油那種 這些流氧化物 代氧化物就是有高溫引擎有沒有 這裡有高溫引擎有代氧化物 這些東西所排放出來的結果 那麼 基本上就是 汽機車多的地方呢 這種酸魚的機會就會大 比如說大台北地區啊 高雄地區啊 高雄機車很多有沒有 很恐怖的 他們還有石化業嘛 現在有很多 所以呢 必須要做好所謂的 前面叫做 空虛染的空氣污染防治工作 才會減輕酸魚的危害 但是它沒這麼簡單 等一下要告訴你 酸魚的麻煩 不是你做好就沒事了 不是這樣 他會告訴你 好 那胃酸魚的危害 就是虎骨會酸化 酸的魚下來嘛 虎子就變酸 變酸怎麼樣 魚就死翹翹嘛 什麼之類的 OK 然後呢 減酸的生長會有減緩啊 然後呢 除外魚類 又融氧死翹翹啊 然後呢 它會造成重金屬 更容易溶解掉啊 然後會使你 種出很多重金屬的東西啊 多的東西啊 OK 好 然後呢 還會溶解一些成分啊 這些危害的問題 所以 酸魚會造成一些傷害 麻煩 然後加速雕像的腐蝕 什麼雕像 右邊是大陸 左邊是國外 就是 那個 一個雕像在 希臘雅典放了一千年沒用事 搬到紐約 不如就變黑了 因為他們有 酸的成分 酸的成分 哪種成分呢 哪種成分 會容易受到酸魚的影響呢 李化老師有教喔 有一種 第一課老師也有教啊 有一種東西的成分是 啪啪啪 碰到酸就會 燈燈燈 哪一個咧 帥哥 24 24 24 哪種鹽呢 一種成分 一種成分 好了嗎 強會暗示你 有一種碳酸鹽 碰到酸會作用 李化老師 加碳酸鹽加吸酸會產生 欸啊 化碳 有一種鹽石礦物它是碳酸鹽 所以它就特別怕酸 誰啊 不會喔 董工長 有講嗎 我不要問碳酸鹽 我問的是石頭 什麼石頭 蛤 大理什麼 大理鹽 還有沒有啊 石灰鹽 石灰鹽 請坐下 大理鹽跟石灰鹽 他們的成分都是碳酸鈣 大理鹽石灰鹽成分都是碳酸鈣 碰到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就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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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剛剛說喔 酸魚 麻煩 為什麼麻煩 酸魚是魚對不對 魚是從雲下來對不對 雲是可以到處飄到對不對 所以你的酸魚不見得是你造成的啊 台北市的酸魚不見台北市做的啊 新北市的雲飄過來 現在台北市啊 所以我們的有一些酸魚是來自於對岸 我以前順那個什麼東北季風都吹過來的時候 因為以前大陸很喜歡燒深美 所以空氣污染很嚴重 然後因為酸魚不到都飄過來 所以不是你做完就沒事了 懂我意思嗎 啊不是說啊我把我的空氣都弄得好乾淨喔 我們都沒有任何人排放髒東西喔 我們就不會有酸魚了 你別傻了 旁邊就飄過來了 旁邊就飄過來 所以酸魚的防治很麻煩 不是你弄好就沒 你弄好就好 你要弄好 可是不是弄好就好 你旁邊的東西也要搞定才行 所以 他的防治上面是比較困難 比較困難 因為他會牽得到其他的地區 其他的地區 就是所謂的酸魚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 很好